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歐夢霸臉的頻道 今天看到我這麼多零食就知道我們今天要來幹嘛 我們要來零食開箱啦 那我們第一樣就先來吃BOMMAMO這個牌子好了 這棒亮看起來超可愛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巧克力的一層 超級好吃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奶香蠻重 然後加上巧克力那個濃脆的口感 都蠻配的 但是蠻甜的 需要配咖啡喝 Wおしゅくら 巧克力餅乾 嗯 非常的甜 然後是那種很喜歡巧克力會喜歡的 很喜歡巧克力會喜歡的 餅乾 這個也超有名的 就是他們的那個小塔 然後我買的是草莓口味的 打開來看看 我其實是蠻期待草莓的耶 就是因為以前都沒看過 然後你看就是非常可愛的小塔 打開 嗯 塔皮很脆 然後那個草莓就是 它很酸酸甜甜耶 那我們來吃下一個 就是 這個是那個 clemophurgie的栗子醬 然後啊 它就是這樣一罐很像顏料 在超市都可以買到 我覺得它剛才吃起來的感覺 就是 認真非常濃郁的栗子 因為在台灣買不到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一定會來法國買一條 下一個我們來吃這個果泥 它這個牌子叫markten 然後就是每個法國的家庭啊 他們每個小孩子每一天都會吃 明顯的感受到它的那個果粒感 那下一個就來吃我超級時代的香 烤布雷 然後就是這個包裝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玻璃的 就感覺很有質感 然後它上面就是有這個糖粉 就可以直接撒下去 它有兩種吃法 一種是就是你冰冰的吃 然後你直接撒就可以 然後另外一種是你就是撒 然後放進烤箱 然後就會有那個 烤布雷的焦糖脆片在表層上面 感覺超酷 它嚼的時候會有那個焦糖的卡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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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超好吃 大家來法國一定要買 真的 超推 這是我剛才吃下來最好吃的一個 那下一個就是這個 這是我在Monoply買的牛奶果醬 然後呢就是我聽說法國人早上的時候都會吃這個 來試看看 是 為什麼它是棕色的呢 因為它是焦糖口味 就看 滿濃郁的 超甜 很像森永牛奶糖的那個 焦糖味 對 Next 普拉媽媽 的 French Shortbread 普拉媽媽呢是在1888年的時候 在聖米歇爾山的一個 修女教堂 然後創了這個 French Shortbread 然後呢 這個French Shortbread是 帶給當地孩子 就是 快樂還有好運的 一個代表 它是在Monoply才買得到 那 對 我們就來試試吧 這包裝枕是很可愛耶 它有點像是深遠的法式文化象徵 可以看到 然後 吃它非常的厚 可以 1888 我買的是檸檬口味 我本來之前有去過英國 然後吃那個Shortbread 我覺得跟這個比起來 它就是比較脆 然後 吃起來沒有像那個 英國的軟餅乾這麼的厚重 嗯 檸檬的味道很清爽 嗯 好吃好吃 進行到我們的瑞士臉巧克力部分 這個真的是包裝超級無敵美的 我覺得送人很適合 看 它後面有那個 覆盆子的果粒 我覺得 很美耶 拍照片 覆盆子的口味 很濃郁之外 再加上 就是它是70%的巧克力嘛 所以它吃起來是很 嗯 有點苦澀 但味道非常的 嗯 非常的難以入口 我覺得 如果你喜歡吃水果香 然後 又是 嗯 不要這麼厚重的巧克力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選它 那下一樣我們也來吃 來自瑞士的VIA巧克力 它超級無敵特別 是因為 就是它是每一種都是有酒心 不同酒心的 嗯 口味的巧克力 然後我買的是櫻桃酒口味的 喔 它整個爆汁欸 真的是酒欸 我媽 可能會吃到醉喔 但我個人是超愛 因為我就是個酒鬼 咖啡 脆皮可麗餅餅乾 欸就是 它的包裝真的超級無敵美 我覺得就是 每個來法國旅遊的旅客啊 就是都會買一盒回去 欸 好可愛喔 我本來以為 它是那種非常 非常厚的 那個 脆皮 但是其實它很薄欸 就吃起來蠻讓我意外的 而且 很厚欸 很厚欸 就是會讓你一口接著一口 我覺得 嗯 買來送禮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嗯 我們最後一項 可以啊 將將 綠 他們家出的餅乾 其實他們家最有名的是那個 小學生的巧克力餅乾 放在這邊 但是呢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 我就覺得 嗯 其實好像真的還好 嗯 我們先來吃這個 嗯 嗯 它有沒有 美果 在裡面 然後 它那個 燕麥的顆粒也非常的粒粒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帶來的 法國超市零食開箱影片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細節的話 就請你記得 持續關注OpenBody的Facebook 或是IG 或是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呢 有什麼樣的comment的話 也請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salut